彤彤啊 你这命犯牛郎 今天 你的织女啊 也会出现了 彤彤 彤彤 这些来的合伙人 以后我死部又关上 彤彤啊 怎么样 我算得准吗 哎呦 你可真是大事啊 就这样 我就认定 韩汉 是我们这辈子的织女 你这不是纯纯上当受骗吗 不可能 我说你这个智商 你是怎么当上这个总裁的 我姐作为你的新的合伙人 是不是要找时间来公司 找你这个总裁报道 那既然知道了我姐报道的时间 那再故意制造一些理由 那这些事情 是不是时间地点都能对上 可刘大使后来说的一些预言 也都应验了 只要知道我姐报道的时间 再故意制造一些巧合 那这不是顺理成章就连上了吗 难道说 我 真的被骗了 这个智商 听我一句劝 你根本就不是喜欢我大姐 你别再缠着她了好不好 骗子不都想要骗鞋吗 可这两年 她从来没有我要过一分钱 你还不信是吧 好 为了我大姐 明天我就陪你去亲自戳穿 这个刘大师的骗局 就这样是吧 是我强行放到他名下的 大师可从来没有过一分 你先别说话 带我进去 我让你看看真相 走走走 哎 谦哥 你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 我们月那边最近怎么样了 哥 你放心 那废物啊 你对我身体不大事 哥 你这也不能怪我呀 那粉总就是用废物 追人家苏春海两年了 连手都没拉过 你一定要让他们两个在一起 行 你放心哥 如果这废物还是不行的话 我就给他加点料 来个霸王硬上空 有了这个东西 有了这个东西 苏春海再怎么正结恋你 也给我乖乖就饭了 呦 哼 否则 别怪我给你翻脸不认人 刘宝拳 给脸不要脸的家伙 乖乖听话 不好 啊 你 你确定要跟我动手吗 好好想想 我可是全国武术盗冠军 你刚才说什么 你想对苏春涵 做啥 你又是什么东西啊 苏春涵是我姐姐 姐姐 我怎么没听说 苏春涵有你这么一个弟弟啊 小的 我劝你别多管闲事 让冯业早点拿下你姐姐 对你来说不也是好事吗 我这样做呢 只不过想冯业啊 跟你姐姐多增加点感情吧 听着啊 你怎么对这个冯业无所谓 但你错就错在 你不该打我姐姐苏春涵的主意 怎么 想动手啊 就凭你啊 啊 狗东西 听好了 既然你敢打我姐姐苏春涵的主意 就要做好 承受我怒苦的 狗东西 你敢打我 我谁让你出了这个门 怎么可能 巧了 我跟你想的也是一样 没事吧 说不定话我错了 你不是喜欢给人下药啊 那要不你自己先尝尝这药 是什么滋味 你自己看到了吧啊 我没骗你吧 不是 你这什么眼神啊 你你你要是即可的 这有现成的你去吧 我做了 师父 请收我为徒吧 你叫我什么 师父 你刚刚动作了 你太帅了 你瞧瞧我们啊 师父 你你别别别别骂 我跟你说啊 我我我不是你师父 刚听见的事你也看到了啊 以后不许带纠约大姐了 听到没有 放心吧师父 我以后保证再也不打个师姑了 你还是叫我功夫吧师父啊 不是什么师父师姑的 我跟你说啊 我我自己都不会什么功夫 我拿什么叫你 你起来 哎 你刚才一脚 你那么猛 你还是不会功夫啊 你要是夜以继续的像我一样打算练习 你也可以的 赶紧起来吧 赶紧起来 我要去找大姐了 你要是不教我了 那我就不请他了 师父 请喝茶 哈哈 小号 你是说这个人不追求大姐了 但是追着扮你为师了 谢谢你就别笑我了 敢不帮我想想办法呀 不行 你让我笑我 太可笑了 大姐 文艳啊 你就别插这小号了 哎 哎师姑 我一定要让师父 看到我的决心 师姑 你喝茶 你想办我一事是吧 啊 从现在开始 你是到公司跑二十圈出来 你能跑完 我就说你 好师父 走 你 什么 有人在大量收购我公司的股票 这次的北城危机 来自于你和天心合并之后 你的独家控制被冲掉了 我暗中打听了 是 你的股东们 在暗中闹声 他们想集中几个股东的股份 然后再通过收集大量想过什么的股份 哎 早知道 跟天心合并会这么麻烦 我觉得人家单独把他送个小号 三天你又说这话干嘛 天心过来的股东 无非就那么几个 我们应该想好对策 没错 最不计还有我在 你们就放手去做吧 我都听说了 你们背着我 搞些上德台面的小动作 说吧 很兴趣的头 我就是最近钱紧 然后我就卖了点股份 哎 瞎子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跟孙总一样 就是缺钱 然后把股份转让 你报他屁 你缺钱 转让股权是要股东大会同意的 我怎么不知道 报应 我 哎哎哎哎 你这脾气太暴躁了 你问 没必要没必要 走走走 不跟你一般见着 同公司股东之间转让股权 还不需要开股东大会 然后你俩的股份都没了 这想必 是那位钱先生输手了吧 你确实比这个满脑子 都是暴力的傻 女人强多了 难怪钱先生点名要单独叫 你 你怎么还敢骂我三年呀 你这胆子哪来的呢 你你少猖狂啊 我就等着看钱先生怎么教训你 教训我呀 揉手如规 连面都不敢露的人啊教训我 不是不知天高地厚的臭小啊 钱先生约你今晚西郊单独见面 想救北城啊 来啊不行 小汉 这肯定是个陷阱 你不能是 我有分之 可是 姐 我早就想见一下这个钱先生了 没事 啊 没东数 啊 过 这种玩意的情也正 真不合适啊 这黑包都奇爱生 生死皮黑马呀 听说是欠了俱乐部一大笔钱 被迫出来打拳还债的 出手特别狠 哦 我 都是因为你 老四要弄弄弄大黑拳 你不是弄弄大吗 来啊 给老四打一拳 是你啊 你这个手下败枪 小爷根本就没空搭理你 哎 我跟你打 我跟你打 哎 好 哎呀小子 打得不错呀 想必你就是吴浩吧 想必你就是所谓的那位吴先生 前先生 我找你呢 想跟你打场比赛 你赢 我暂停三天收购 不要你们 北辰又回旋的余地 你输了呢 请你自费五公 好 那咱们就 预言为定 他的打发怎么和我一模一样 师傅明明就只有我一个徒弟啊 我知道老爷子为什么嫌疑 你 导致你 导致你 我 我 败 好